805车次在今天上午7点57分 停靠在苗栗车站时发现刹车讯号异常 立刻安排旅客改达其他列车 而有乘客表示原本要到台中去跟厂商开会 因此行程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后续列车的乘客也受到影响等了40分钟 对此高铁表示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 进一步查修故障原因 而乘客也可以按照规定办理退费 台刚从苗栗出站列车又要倒退路 甚至还把乘客都请下车 事发在9月8号早上7点57分 高铁805车次停靠苗栗车站时 发生刹车讯号异常 紧急安排乘客换乘其他车次前往各站 直击车厢月台挤满旅客不少人行程 因此被耽误 真的是很困扰 因为是跟厂商已经有约好时间 结果只能赶快紧急联系 请客户做调整安排 拖了一个小时多 还有旅客还原列车前往苗栗站之前 他所在的一号车厢 突然飘出明显的烧焦位 之后列车在苗栗站停了15分钟 再缓缓开出站 结果慢行不到三分钟 却停在轨道上 最后又再退回苗栗站 也有旅客指出 司机在苗栗进站时 刹车过急出状况 让他很傻眼 改当其他列车前往台中 也延迟超过一小时 不止805次的乘客 就连后续列车也都有受到影响 所以我卡在大概里苗栗站 不到一分钟的地方 他的车子就停了 大概就等30几到40分钟 回到台中站的时候 卡非常非常多人 五六个队伍 就200多个人在那边等进行车 对于赶时间的人来讲的话 可能就不方便了 对此高铁表示 将会成立一遍中心 进一步查修故障原因 确保运行安全 如果行程 因此延误30分钟以上 乘客也能依照退费规定 退还票价 记者综合报道